我们念佛念得越勤 念得越真 这个真 这个怎么个念法 刚灵 不能不知道 大师至菩萨 在云通章里面告诉我们 念的方法 都摄六根 尽念相继 什么叫都摄六根 六根是眼耳鼻舌身衣 眼睛 你看我们都喜欢看 而喜欢听 心里面喜欢答妄想 这就说什么 是我们的心往外跑 眼睛是六个是个窗口 心往外跑 菩萨教我们 都摄六根 回来 统统回来 别往外跑 换一句话说 都摄六根 意思就是放下万元 言放下色 耳放下听 鼻放下袖 鼻闻 鼻闻好香 它就有探浊 血放下胃 意放下知 你的心就清净了 然后 然后 静念相继 这个念 要静念 静是什么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这个念就静了 这很重要 相继续 相继续是不间断 所以念佛最忌讳的 第一个是怀疑 有没有极乐世界 真的是假的 靠得住吗 有的怀疑就麻烦了 你的信心不坚定 再就加插 一面念佛 一面大妄想 把你念佛的功德 全破坏了 所以 我当年学佛的时候 初修佛嘛 对佛法也不懂 所以老师 对这些名相 他不讲 他叫我很简单 我问他怎样修 他告诉我 放下 看破 看得破 放得下 那初修的人 好懂啊 所以 都舍六根 放下万元 也就是 扩修家 教导我们 所有一切不善 我们要舍弃 舍弃就是放下 所有一切善的 我们要提起 善中之善 无过于念佛 念佛第一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